大家好 欢迎收看梅雷送给你 我就是梅雷 圣经上罗马书12章13节说 客要一味的款待 因此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每一次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嘉宾 带来一味送 那么透过他所带来的这一道菜 我们来看看他有滋有味的人生 那么到底他所带来的这一道菜 是什么菜呢 跟圣经的故事有关系吗 梅雷送给你将会为你找到答案 跟您介绍一系列美好的美食和人生故事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所邀请的嘉宾是一对夫妇 这一对夫妇从结婚开始 就非常盼望能够有一个孩子 但是呢等了十几年 这个孩子才总算来到 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呢 那我们今天就欢迎 Jenny还有Oscar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Jenny 那我们就想要来认识一下 你们怎么样开始成长 怎么样结婚 怎么样盼望有这个孩子 你们的故事是怎样啊 我在六岁的时候呢 来到了美国读小学 一年级二年级 但是因为家里的因素 我们又回了台湾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 妈妈又带了我们去到澳洲墨尔本求学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我的信仰之路 我第一次去到了教会 牧师跟我们传讲一个信息说 有一位无条件爱我们的神 他对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吸引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生命中一直很需要 还有我需要一份不被改变的爱 还有就是说 我在教会里面看到许多的家庭 很和乐 然后这其实是我一直非常羡慕的 因此我就受洗 我就相信了神 开始了我与上帝的十六岁的时候 就成为他的小孩 我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台湾 在教会里面 我跟奥斯卡在教会认识 那你呢 你的成长过程是怎么样 跟他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但是这个第三代基督徒 其实做的也不怎么样 因为年少轻狂 我在差不多十岁的时候 我们家就移民到中美洲哥斯塔利家去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没过两年的时间 我的母亲就在那边脑溢血中风而死亡了 才短短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走了 那我的父亲是本来是很爱我妈妈的 我们家是很和谐的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爸爸失去了一个家里的重心 从此以后他开始爱上了赌博 然后每一天打麻将 甚至有时候两天到三天都不回来 你那个时候多大 我那个时候十二十三岁 我就离开了我小时候长大的 哥斯塔利家 就一度的回到了台湾 然后我就是一个人在台湾 下飞机了以后 开始打工求学 但是上帝很眷顾我 让我能完成我大学的学业 然后就在台湾进入社会 然后后来就认识了很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带我进教会 你今天带什么菜给我们来分享啊 我今天带了一道菜是为了纪念我父亲 因为我父亲他是个广东人 他是蛮会煮菜的一个父亲 那儿时的记忆 这个是最难忘的 一点点的油 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下肉 还有排骨 排骨肉 然后让他微微的炒一下 嗯 一九 一九 哦 哎呦 二醋 二醋 三糖 嗯 四酱油 酱油 嗯 就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假如您要上色的时候 加一点点的老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开大火 让它滚 大滚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完了以后呢 你这个等一下 等它滚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火关小 锅子盖上去 那你就可以去做你的事情 然后十分钟后 再回来看 哇 就可以了 哇 现在摆在我们前面的 就是已经做好的 一二三四排骨 是 嗯 好棒耶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非常好吃 而且那个这个肉也没有 十分钟都没想到 那个肉可以这么酥烂 对 因为你没有加醋 那我们现在就想要来听听看 你们刚刚讲到 你们在教会里面认识 但是我们在结完婚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就被诊断出不孕症 然后医生就跟我们说 试管婴儿是你们唯一的一个道路 所以我在三十岁的时候 就尝试我第一次的试管婴儿 那一次也是失败 后来过了两年之后 三十二岁我又再一次尝试了 第二次的试管婴儿 也就是失败 所以大概从我的三十岁的时候 二十九岁三十岁上帝就开始 让我走了一段 蛮久的旷野之路 这段路其实有十四年之久 我们结完婚了以后 我们去做体检 我一开始对那个数字 就是体检报告出来的数字 不是很习以为常 但是他还告诉我说我是没有精宠的人 假设我们要做试管婴儿的话 我每一次我都必须也要自己上手术台 去做睪丸切片 那个是很痛的一件事情 后来时间一直就到了 2020年疫情开始了 我的父亲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他得了癌症 三个月的时候就回了天家 我觉得其实我的人生 我们就是已经进到一个更深的忧伤股 但是神的手 我记得我的父亲最后跟我讲说 我爸爸也是叫我小宝 小宝那这样还是把假装心的问题处理一下 再试试看能不能坐一试试管 看看能不能成功 也就是这样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凭着基本上我爸爸离开之后 我基本上已经没有信心 可是我只能紧紧抓着神 这也是我每天生活 唯一做的一件事 因为我没有了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 圣灵告诉我一句话 艾伦其实你要孩子不是一个错误 就是他告诉 因为我很多年一直试着说服自己说 其实我没有孩子我也可以很快乐 可是我知道我的内心是很幼稚的 所以我跟神求后来那一天 我发现那一天圣灵跟我说话之后 他医治了我对于做试管婴儿的恐惧 很奇妙的他就跟我说 后来神也示范我 就是跟我说再一次 就最后一次 让我看看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我就征得了先生的同意说 好我那时候已经来到了42岁 我们再试最后一次 我的先生同意了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害怕与挣扎 但是一时间来到了 我们已经最后在等待这个孩子的时候 有没有怀孕的过程里面 我们上帝就拆派了我们台湾的长老夫人 来到了我们当中 他知道我们这十几年的路 非常的辛苦 然后就在我在等待的那一天 其实上帝给了我两个印证 第一个那时候我灵修 读到诗篇113篇第9节 神祝福多年不孕的乐 就是使他不能成为多子的乐母 当时我想说有可能吗 第二个就是那天长老夫人住在我们家 隔一天早上 她说叔叔为你祷告 上帝会给你一个孩子 当时的我其实心里是害怕又担心 但是我仍旧凭着这最后一丁点的信心 我们在揭晓答案那一天 我的先生特别请了假陪了我 然后当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 因为我们宴学报告已经出来了 其实当下我看那个数值是我多年来 多年来一直所祈求的那个数值 但是我一下子傻了 我没有办法反应 然后我先生就很冷静的跟我说 那可能有了 刚才听他们见证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我真的相信无论我们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神绝对不会放弃我们 然后而且呢 神常常就是给我们second chance 就像你听到那首诗歌一样 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 然后我们的神真的是可以将我们的忧伤变为喜乐 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作为 实在是太感谢主了 虽然很多的时候 我们好像看不见什么 但是呢 这个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太宝贵了 从你们的见证里面 就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结束 哦 现在还有一点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Miracle Baby吧 打一个招呼 哈喽 拜拜 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